说是看这个什么预展呢 我那天看到一段报道 就是说购买力有几个 他说我有几个行家购买力都在500万以上的 现在也只能是在预展上过过眼影 就跟我是就看看吧 看看吧 然后呢帮着那些个大资本掌掌眼 就是说他们不懂啊 他得有他得找都得找个老师吗 帮你看着买这个举这个 他们就是沦落为也不叫沦落了 他们有人说这也是好啊 是把艺术品市场繁荣了 其实啊这个文涛你们说的这个事 就我想起现在这个 你们其实说来说来就说 现在资本把这个艺术品市场变坏了 一大堆光有钱没眼睛的人进去了 对不对 其实这种事情很多的 我记得啊 现在很多份额字 你比如一幅画 他给你分成一百份 就是一幅完整的话 对不对 你带不走 你买不走 但这时候怎么办呢 你要交易吗 他把这个画分成一百份 每个人出价 一百分之一你出价多少 嗯对 我下次就去买那个 蒙娜丽莎的一万分之一 一万分之一 我买不起 那一千万分之一 我以后可以把自己的 储地刷带给你 我的这个名片上以后就 我的owner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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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义上 你知道 你们讲的东西 我感兴趣的 当然你可以说 它是一个商业操作技术 很复杂 你说意思 但假作真是真一假 我关心是里面真的东西 假的我关心 这里面有真的东西 比方说你们上次讲的 那个那个什么东西 一批专家来作证一个 什么东西 哦哦哦 那个 就雇工 博物院 钱 雇服 护院长 金鲁鱼 24个亿 他们就全世界 蒙威娜丽莉莎也没有人说 24个亿 那价钱是假 那东西是假 但是那批专家是真了 是真 但是他专家的 这个我看到 专家也未必真 那些专家人是真 但是他那天讲出来的话是假 原因就是因为太cheap 你知道中国的专家太穷 几万块就打倒了 所以他出几十万个小零头 可以找来一批行内的大家 而且你知道 人越是多 越容易作假 因为我没有全部的责任 你知道 我们常常人家叫我们推荐什么书啊 我们第一不是问这个书的好坏 我们先问跟谁一起推荐呢 那要是另外几个人的名字都很大 无所谓就推荐吧 因为你看要 咱们都怎么干过 也不是我一个人 你知道专家出卖人格 就是这么一种 第一是穷 就是贱卖 第二是一个群体 就是我不用单独负责 第二个现象 就是刚才你讲的特殊现象 就是那些大家的子女 来拍卖自己父母的这个财产 这是一种拍卖法 我背书几千万 但还有另外很多 比方我做现代文学这个研究 现在几乎每个大作家 都有个研究会 每个大作家的研究会的 副会长都是他太太或者小孩 你说这个有好处是他给你很多材料 对不对 我研究张恨水吧 我张恨水儿子给你很多材料 你研究矛盾吧 我矛盾的儿子给你很多材料 这是很大好处 坏处是不能说我爸坏话 有一个日本学者 有一个日本叫士永俊 写了很认真的论文 查出二七年 矛盾离开中国以后 在日本 跟一个叫秦德军的女士 同居了两年 那日本人很仔细 把电费单都查出来 二几年日本的电费单 印的是那个女的名字 写了很长的论文 结果到北京来读这个论文 被拒绝 为什么很简单 我说你这点都不理解 这个 所以 对不对 虽然你找出我老爸 原来有个小三 所以 中国就有中国的人情事物 我觉得这个真假问题 是中国人和西方人 特别很深的一个分别 你还甚至 你都不能说我们就不好 我们就是 你知道 他 他在西方的艺术品拍卖什么的 非常重要的就是真假 你假的根本就不行的 对 那是真 可是你看中国博大精神 中国过去的文物行里有句话 就问题非常复杂 就真的不一定好 假的不一定坏 富春什么山居途 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比如说 他某种意义上讲 唐朝的房品 你王熙世的字都是房品 对吧 都是当年的复制品 那么你说他也很有价值 而且呢 你知道吗 这里边还有一种 我给你讲一个故事 你就能够明白 你比如说这个 吴昌硕 你知道大画家 这个吴昌硕 那这个做人呢 人家都是说非常好 为什么非常好呢 有一个人 有一个行家 买了重金 买了一个他的这个卷子 正在吃饭 就当时说 您看 是不是您画的 他一看就说 是我画的 那人高高兴兴的 就走了 其实不是 后来同桌的人都是行家 说这怎么是你画的 连你老家都写错了 他是安吉 吴昌硕 他都写着安性 吴昌硕 然后吴昌硕笑笑 说什么 说哎呀 我比误了 我比误了 后来说到底为什么呢 你明明不是你画的 他就跟好朋友讲 说人家这个那么多钱 买了一个我这个东西 我要给人家说破了 请家荡产啊 那么我为什么不做人厚道一些呢 我就说是我的嘛 反正我的假话 也不止一张 市面上到处都是 他最后还是说破了嘛 而且你刚才讲的那个东西 我觉得真是危害极大 就是说本来在讨论一个 真不真的问题 你突然加进一个 好不好的问题 这就好像 这个是两码事 这个是两码事 这就好像现在人说 地沟油很好吃 是一个道理 是一个道理 你把话题转换 对对对 文涛说的 他这个是两码事件 你说真还是假 有可能仿座比原座好 有可能的 历史上发生过 但是假的就是假的 真的就是真的 有可能假的这个售价 比真的还高 我跟你说文涛 你可以去从事一个 很有前景的职业 我告诉你 我有一朋友 买瓷器 买一个假一个 买一个假一个 有一次他请那个专家 博物馆专家去见你 专家看了几件之后 他说你不要让我看了 不要浪费我时间了 然后他对着满屋的假货 他说专家不识货 然后他想了一个 几个招商怎么办呢 他说拍案而起 他说我自己成专家 然后从此之后 咱们中国多了一个 瓷器鉴定专家 他去给人鉴定 所有鉴定出来的东西 全是真的 你说的 我说真的就是真的 对 对 你知道掌握话语权 你要往更深来说 你要往更深来说 这真的艺术的本质问题 话语权的问题 老实讲 说徐悲鸿 当然我是不懂 但就我的这个左眼来看 说他绘画成就有多么的高 我并不那么看 但是逃离 小心他还是来找你 我个人有喜好 我个人不太喜欢 他七千个百万没分到 他一根毛都没分到 分到就不那么说 我说这个系统逃离满门 这某种程度上 建国后的美术界 他是有话语权这一说的 为什么你的就是最牛的 你就代表历史时代 这谁说了算 但这还是两回事 我觉得你跟我讲的是有道理 好不好跟真不真是两回事 另外好不好的树立的标准 又跟话语权 又跟学术传统 甚至跟门阀 跟弟子的关系 但是这个东西不能混合 其实价格高低不是一回事 你有钱撒钱多 价格就会高 一张最臭的话 他价格照样会高 没错 我记得那个 我刚才说到那个 就是份额制 对不对 一个月前在这个攀卖行 攀卖一百多万 就是攀卖价 份额交易之后 你知道到一亿几千万 你知道 这就是崔剑 我记得是接受访问 曾经说过一句话 说这个时代 就是把黄土卖成黄金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45瓦能做什么 格力一赫兹变频空调 国际领先 最低功率只需45瓦 让杰宁舒适 一路领先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广州银河 高尔夫中选 叶谭你讲的 还真是 我听说 有时有个银行 现在已经开始发行一个什么基金 买古董艺术品 好像你投资基金的人 我没听到太听明白 那天的人给我忽悠 大概是还能在你家里挂挂 说你看你还能欣赏几个月 而且你还投资了 而且这个基金还有回报 但是基金一进去 把水真的搞混 不关是基金进去 问他 我跟你说 你这个基金进去之后 以后就是资金收了算 他收多少钱 就是多少钱 就是那些商人收多少钱 就是多少钱 比如我有个十亿 我说这幅画值一千万 就值一千万 我说值一个亿 就有一个亿 就是你得到的最大好处是 挂在家里 倾听每一万分之余是我的 你可以倾长几个月 就是我们现在这样来假定 假定比尔盖茨心血来潮了 他今天突然把这个7200万的话 他用两亿把它买下来了 对 他说我不管真假 我非常喜欢他 对 那以后这幅画 被比尔盖茨收买这幅画 以后就值两亿了 我跟你说 他不会再低于两亿 你看上海那个画家 叫画周庄的那个叫谁 陈玉飞 陈玉飞 他也是 就拍卖也是在国外被收藏了之后 从此身价白 你知道吗 朱老师 是不是 以后人家不再care 你以为西方他没有干这样的事吗 就是前几年 中国现代艺术品 大起大落 对对对 是怎么搞的 就是在路上不说这个话语权 至少我听到的一种阴谋论 西方的这个人就哄台 买 说你们有价值 你们现在中国的这个现代艺术 全是宝 全是傻呆呆的男男女女 把价钱炒上去 把价钱炒上去 然后中国这帮土鞭们 不也跟你买吗 买人你就出 所以价钱跨他就下来了 但画家是得意的 画家是得意的 画廊当然是更大的得意 画家不知道倒了多少手了 但是到底我们是要批判人家讲话的 还是在鼓吹这个 这个 不是我就觉得你不管高不高 就讲规矩就行 我就觉得这行里边 你比如说有人你说是 你说这个我就告诉你 这不是去悲痛画的 你买不买吧 你如果有这么一个 你不管他撒帽也好 什么有画的权也好 他说我就储五千万就买了 那他就市场价就是五千万 这个 没有道理可讲 现在我你看我就我这次看这展览 我就发现啊 现在的这个书画上面都是 潘大公司指标 谁谁谁款 比如石涛款 八大款 就说是他数的 但我不跟保证他是他是石涛的 或者是八大的 我只是和谁谁谁 现在潘大公成了造假 他成了造假一条龙了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